每个人在那边打坐看书 那这个世界还有菩萨吗 不是的 菩萨是在利他的过程 在众生的过程 在烦恼的过程去修行 不被烦恼所转 这一点各位要抓住 而且这样在四项上修行 各位福报比较大 因为各位都知道 没福报救不了众生的 救不了众生的 所以这一点我也跟藏传的 师父一直讲 如果你一直脱离众生的在修行 永远在缺钱 永远在募款 永远在缺钱 那这样要去修密宗 那很难 密宗是必须有险教 险教是从波罗密 特别布斯磁界人路的 福修的很好的 才可以去修空性跟菩提心 等于你们的下四道 完全没修好 就想要追求上四道 这是错误的 所以我也经常跟他们说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 各位都知道 我自己在这两方面 我都很注意 因为没有福报 不用谈别的 缺钱缺钱 缺动缺息 身体不好 这一点你要自己想办法 因为自己忏悔不够 福报不够 资粮不够 所以你怎么想去谈后面的 知见的问题 所以 但是往往我们很想跳这一点 就是说 反正我有什么借口 反正我就不理这一套 所以 我只要去追那个法 或者追那个人 基本上自己没有世间的福报 那是没办法 佛教里面 各位还是要有善知识 或者要了解自己到底 问题出在哪里 次第上搞错了 追求高 也没用 一直活在世间福报 那也不究竟 但是我们要福费双修 但是要怎么去修 这样再了解 好 那我们还有十分钟 然后叫休息 各位对这几天所谓的生活上 来自课程的安排 有没有什么看法意见 可以调整的 可以调整 但是我的个人的动机 那任波切的动机 是希望各位真实能够得到 他所熟悉的教法 三十七颂 那是任波切 他观修本尊比较多 是白度母 他可以提供他 个人的修行的方法 完全的愿意给我们 毫无保留的 所以愿意给我们 所以这一点 他老人家必定是如此 那时候我们 在这一点 自己要求 自己要怎么样 再来也希望大众 都能够如何 你们也要有时间 讨论讨论 我写一写纸条 大家 但是我还是希望各位成为一个 真的有脑筋的人 懂得组织规划 对整体关怀 提出整体的意见 而不是个人的意见 甚至你成为一个 懂得关心整体的人 因为我们每天讲到 普度众生 愿诛众生 俱乐与乐音 你还是属于个人意见 所以问问题里面有个人问题 跟整体问题 站在一个菩萨 都是在为整体而想办法的 也不会把个体去干扰到整体 那就看你的思想 伟不伟大 所以菩提心就是一种 承担所有众生的责任 你不要成为团体的干扰者 就不错了 但是你还要对整体的 就像这个道场也是个整体 它是个小整体 但是你必须有小和大 你也不能说 回向法界众生 然后地上乱七八糟 东西乱丢 衣服乱丢 那你回向法界众生 人家法界这么干净 所以有些人就不了解这一点 所以你必须要从你的周围开始 虽然回向整体 但周围你如何次第上 很多东西弄得很干净 特别各位 跟别人睡在一起 你要学安忍 学配合 这个要学 有些人说 我懒得跟别人睡在一起 跟他睡在一起 多麻烦 那这个就是不修行 修行就是偶尔要 会懂得磨念自己 那既然跟别人在一起 那就要很顺 别人睡 我要睡 别人怎么样 我怎么样 尽量小声 所以不要去影响到大家 那当然这里面怎么样会更好 我们讨论 我是希望这一次 个人想法第一次 因为苗栗花园也在弄了 希望把它弄得 当然不可能有这么美的风景 但是至少有一个环境 各位要多一点这样的务修 特别是出家也好 在家的联络人 各单位 以及大家有在做事的 要提升我们的品质 修行的品质 才有服务的品质 如果 所以你讲话会不会太大声 走路会不会太快 走路会不会太慢 走路 出家人不能像在家人 记住 但在家人可以像出家人 对不对 所以 但是什么才叫出家人 只有你自己可以体悟 出家人走路是什么样子 只有你自己要去抓得很清楚 但是如果你按照佛陀的三十二项八十 随行好去看 佛陀走路 像鹅王 像龙王 这是怎么描述 那你不知道没关系 你就那个因 你去学 那个因你去 你就知道佛陀走路 是什么样子 佛陀眼神是什么样子 这里面 他是如果就老和尚来看 老和尚就会说 你看他走路就知道 他心没出家 你看他走路就知道 他没有发菩提心 他有个性 所以我师父这一点 唱给我讲 你听他声音 就知道他是出家在家 就像出家 这个人正见佛 发菩提心佛 你要从声音去判断 因为你没办法见到他的人 那在什么时候 你要怎么回答 答应或不答应 对方如果是发菩提心的 你可以答应 对方是不发菩提心的 就像他讲的事情是对的 你也不能答应 要有分析的能力 那当然你自己要有这个 你才会知道那个 不然你不知道 你没有菩提心 你不会分辨别人 有没有菩提心 所以为了帮助众生 那你一定要会 你会的你才会知道 就像你已经到这个山上来一次了 很多人没来过 但下回你已经来过了 所以你就可以带他们来 至少你稍微知道 那在这一点 可能大家互相帮忙 互相提醒 而且要很谦虚的 一直问别人 要不是说 这个我来做 不行你不能做 跟你讲不能做 为什么我不能做 还要翻脸 还要说我出家比你久 这下很麻烦 知道吧 还要说我是出家人 你是在家人 在家人人家唱了 有时候比我们都好听 敲漏的比我们好看 煮了饭也比我们好吃 写的字搞不好 比我们漂亮 所以我想 我们这个团体 是部分在家出家的 也不是说 绝对出家人来指导 或是绝对在家人 因为要看他的发心跟能力 我们不能用出家人 去压在家人 对我们是很损符报的 因为人家明明做得比我们好 不然你会反抗 为什么领导人都是在家人 你怎么不去做领导人 因为这个是现实环境 就是如此 现在的世界 在家人的威德比出家人高 在世间福报来讲 除非你要修到哪一天 你的威德力超过了 倒过来拜你做师傅 那不叫国师了吗 那是要有实修的 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用 在家出家来看这个事情 所以这样才有进步的空间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士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陈立晴护理师 一起来看看照顾陪病期间 一定要遵守的五大原则 第一 每日量测体温 照顾陪病前 有发烧或呼吸道症状 请暂停照护 尽数就医 第二 全程正确戴口罩 避免口墨传染 保护自己 也保护被照顾者 第三 落实手部卫生 落实洗手五时机 如接触病人前后 请依照正确洗手步骤 保持双手清洁 第四 用餐时不交谈 防止口墨沾染在食物上 降低传染风险 第五 平时不聚集 避免于密闭或人多场所聚会 照顾不忘防疫 你我健康又安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马上的晓鸟 何谓无上菩提 经典说菩提有三种 声闻菩提 言诀菩提跟佛菩提 声闻言诀是为自己解脱而赠菩提的 但是这不是无上 无上菩提是成佛度众生 那叫无上菩提 为了所有众生离苦而追求菩提 它叫无上菩提 那回向时是否要回向极乐世界 还要回向无上菩提呢 基本上如果你发菩提心 为动机 再做这个修行 最后回向极乐世界 这个也是无上菩提 因为你是发菩提心的吧 所以至于你是发什么心 就是一开始 修行是所谓发不发心或无上菩提是在一开始 一开始你的动机 是为了成佛度广大众生 乃至最后回向 也回向众生皆成佛道 那都可以 就一直意念了这个叫无上菩提 诸法无我 原来一切都是苦的 所以唯有追求内心的寂静 以及内心本性大悲菩提心的显现 那才是人类生活 乃至超越生命痛苦 乃至普度所有生命 最好的生命模式 所以我们省起这样圆满的心态 一起来 受持 八观再见 我们天天 短短的时间 受持八观再见 目的是希望 各位把这种 菩提心的 圆满的修行方法 应用在 日常生活的 每一个起心动念 每一个行为动作 每一个接触众生 接触山和大地 所以我们要遍一切有情无情 都发起 无上菩提心 就等于说 把菩提心当作我们的心跳 把菩提心当作我们的呼吸 所以 把所有地方当作我们的道场 所有的众生当作我们的父母 所以要让所有的众生父母 跟我们一样 发起无上菩提心 让所有的众生都可以往生 净土世界将来成佛 让世界都转化为清净国土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